他开心的如同花痴一般的跳样子 这时候男生接到电话 他听到对方 他们两个人打对话的内容 男生就跟他讲说 我花送错了 我跟他拿回来 然后走之前就跟他讲说 对不起 因为你要走了 这个戏这么烂 导演啊 这个怎么演得这样 男生就跟他讲 好了 我承认 我已经有别的女朋友了 而且我跟你在一起 只是想要得到你青春的肉体 而我得到 也不过是收手 再见 好烂喔 怎么累死你啊 烂烂了 好受不了耶 你就会影响文森新片的跳房啦 这个吗 如果他们新的电影 我相信是非常可以期待 对 先唱歌给我们听好不好 好 好 来一首 你来点一首歌 柯仁要唱一首 《我想你》 不是啦 是我 女孩还有你啦 我女孩 还有miss吗 miss就是女生嘛 我嘛 miss还有你嘛 好 OK 你唱好不好 好 我认识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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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能够听得到 在回答 在回答 心满的量 心满的量 在回答 在回答 你的一字一句都还在我的耳边 以前的我多么不想定 可是现在的我去 牢牢记着心 不再哭泣 不再微笑 这首歌希望 你也能够听得到 听得到 这声音 是你陪我一起唱着 在回答 在回答 心满的量 心满的量 在回答 在回答 再回答 在回答 心满的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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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识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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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是真情流露你知道嗎 後來我們看了歌詞才知道 這個感動是來自對爸爸的想念 這是給爸爸 懷念爸爸寫的一首歌 他的一首情歌 真的讓我一輩子都感動 以前在辦公室裡面 我看到第一次看到歌詞 眼淚流下來 他那首歌寫得真好 哪一首 我聽了好久以前的事情 好久以前 甩我馬子一巴掌 其實我都忘記內容 歌名記得 我跟杰倫還會聊起這首歌 自己都忘記內容 你不要這樣逗文山 我們應該要做一些事情 是文山的強項 讓他在節目上展現他的才華 給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就是要現場來改歌詞囉 對 而且找到這首歌可怕了 沙咪沙咪啦 他這原本的歌詞是誰寫的 憲哥 因為是杰倫的曲啊 那時候 對對對 當時我的名字擺在杰倫的前面的原因 因為我比他大咖嘛 對 想一定要用我的名字唱片 那個 那個詞 歌詞啊 或者旋律才賣得出去嘛 以前一直被退稿 退到兩個 這種大文豪已經快翻臉了 我一直幫他推歌 然後人家一直不用 到現在 我跟你講 他的歌 各位 一個字 就是一萬塊 那我們把這首歌 來囉 這麼 這麼俗氣的歌詞 看能不能改良心 誰俗氣啊 看能不能改良心 這是林冠魂最喜歡的歌 來來來 唉唷 喔 不要 這首歌 這個 原山麥田如梯 十岁 那個畫面 有沒有 遠山麥田如蹄 層層疊回憶 莊家秋收起 而寂寞一望無寂 你的心也雖然你哭 我心是我今生解放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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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花入泥 我入戲 哎呦 天啊 有沒有看到他這個譴詞用字啊 已經到了這個堪稱一絕的地步了 在古代 也只有蘇東坡能做到這些 蘇氏 水吊歌頭 有沒有看到 傳送千里 滿屋題 三進滿屋題 探 探中語 哎呦 再來 想你三名 所以這個歌名已經出來了 叫 花入泥 我 他寫現在有一個錯字 他很難處理 他用簡單的方式 只是繞兩個圈圈把他幹什麼 等一下 有機會 我一定要看你們啊 一封遺漏在我辦公桌上 方文山寫給一個女生的情詩 那才叫 千古傳送 可怕了 堪稱是文壇大淫賊 音樂 音樂 多多美 你幫我評分啦 我幫你唱 音樂 封適 陳可 庄稼求收起,而寂寞遺忘无忌,缘分总是带点,或许,或许你是我前世间发的气。 华如你,我如心,如你如气,宁愿我如君,和你必须变,三尽满无忌。